在中国人的饮食里,地域不同,口味相依。 当天南地北的朋友相聚一堂,怎样才能照顾每个人的偏好呢? 饺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论及历史之久远,饺子甚至远超八大菜系满汉全席。 而1800年过去,饺子与最初究竟有多大的变化,今天它又有了哪些迭代变换? 接下来,记者田宇带着对饺子的疑问与好奇,开启一次极具特色的城市旅行。 在大连的海边,坐落着一座以饺子为主题的博物馆。 一个小小的饺子,竟能免发古兴中外这么多的故事。 那么咱们今天就来个饺子秀求,越吃越聊越久,从这里开始饺子的探训之旅。 记者田宇来到了海边的饺子博物馆。 同行人王熙君,今年57岁。 工作20年来,他一直在大连晚报从事纸媒编辑,开辟美食专栏。 饺子的由来,其实和驱寒有关。 1800年前,中国有一个古代的名医叫张宗景。 当时呢,他在长沙做太守的时候呢,看到很多的老百姓啊,由于寒冷把耳朵都冻烂了。 他为了给老百姓治病,所以呢,他当时呢,就在露天呢,煮了一口大锅。 里面放了一部分羊肉,还有一部分棕草药,来熬的这个汤。 张仲景用面皮包上去寒的药材与羊肉,食药同源,治疗冻疮,取名为去寒胶耳汤。 这就是饺子起初的由来。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张仲景,从冬至开始吃饺子,一直到新春衣食。 那王老师,为什么咱们东北人格外来吃饺子呢? 因为东北本身是一个寒冷的地带,而这个地带的人呢,一定离不开高热量的食品。 比如说饺子,各种饺子,最传统的饺子都离不开肉,而肉本身是一个高热量的食材。 而肉呢,再加上其他的蔬菜呢,又能给人带来这种很鲜明的口感。 所以呢,东北人对饺子情有独钟。 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一家人把一年攒下来的宝贝食材尽可能包进饺子中。 饺子成为人们心中最美好的食物。 岁月流逝,饺子已经成为中国传统饮食,图腾般的存在。 今天,人们吃饺子不再是抵御寒冷,而是回味醇厚,均衡膳食。 你都能吃几个饺子啊? 十二个。 你都能吃十二个饺子啊? 你从多大开始来在家吃饺子啊? 六岁。 六岁,今天几岁? 六岁。 今天几岁,吃一年多了。 那你最爱吃什么馅儿的呀? 牛肉馅菜。 来到沈阳这家清真饺子老店里,坐无虚席,门庭若市。 包了六十多年饺子的脱巢宴,是老店火爆的主要原因。 脱巢宴,脱家清真饺子第四代传承人。 脱老自幼受家族熏陶,十多岁起开始跟随祖父学习包饺子的记忆。 制作饺子皮儿,首先要清水入面,揉成面团,静置半小时后,坐骑,擀成皮。 饺子馅儿以牛肉为主,菜为辅,将牛肉切成条状,剁成肉馅儿,按量加入姜末,盐,酱油,花椒等调料。 饺子馅儿,搅拌均匀,脱巢宴,将馅儿包入饺子皮儿后,双手对捏。 肉馅儿煮好后,比成肉丸状,这也是脱家饺子的独特手艺。 饺子是我的力量,没有饺子,我生活到现在已经吃了多岁了,害什么去比饺子更重要呢? 饺子给我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去发展这个饺子势力。 在2010年,脱家清真饺子传统工艺,也被评为沈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百年传承的清真水饺,不光是唇齿间的满足,更是对以往老时光的舌尖记忆。 现如今,73岁的脱巢宴,依旧坚持每天去市场买肉买菜的习惯。 这种亲手采买,物求新鲜的做法,可以上诉到1898年。 第一代传承人,当年来到沈阳回名聚居地小西关,当时就是天天走遍早逝。 120年,两个甲子过去,脱家掌门风雨不悟。 那样,我不知道,我说小时候,一吃都这样抢没了。 那时候还没吃,有时候白面不够了,还有一个桥面,抢吃不够。 我说这饺子,那么以后啊,必须把好生给它掌一掌。 所以这个对饺子,老有一种特别好感,特别想我。 你过去也是过年吃炖饺子,现在平平常常就可以吃。 每到年节,脱巢宴总会聚集全家吃饺子。 就像老画说的,饺子是酒,越喝越有。 热腾腾的饺子,几叠小菜,配上一壶酒,画匣子一打开,每次都能和家人吃上几个小时。 如今,脱巢宴也将清真饺子的传统手艺传给了儿子们,希望他们能将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除非我实在干不动,我干不动我也想。 所以说,昨天我闭上眼就让他不想。 你那时候大,你大我儿子说,你这大事干啥呢? 你不知道,我这个脚子啊,对他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想法。 所以我要传承我儿子,传承他以后,他以后怎么传承是他的事。 但我督住他,必须给他稳固下去,不能顶,这个脚子不能顶。 几代人对传统手工艺的执着与坚守,才使脚子守得住过往,赢得了现在。 辽宁,山海相连,物产丰富,经盘景,辽河汇入渤海。 凉水交界处,诞生了和鲜美食,也给古老的饺子赋予了新的可能。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辽宁省盘景市。 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全家人都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包饺子,吃饺子。 在盘景当地呢,人们也会将最新鲜的食材包进饺子里。 而这份最新鲜的食材是什么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 您好,吴大嫂,我是博物男女帝女,您好,您好。 听说您今天要带我寻找一个最新鲜的食材是吗? 是的。 吴湘怡,辽宁省盘景人,为了便与老人孩子尝鲜,三十年来,她都会将当地最鲜的食材包进饺子里。 时之腊月,盘景蟹田已是冰冻三尺。 吴湘怡,委托常年认识的蟹农,在此地凿冰取鲜。 她又将盘景独有的鲜味儿包进饺子里。 那我可以看到,这个冰大概得有三十厘米厚啊。 那河蟹是生在这冰下不会冻上吗? 因为这个冰这么厚,它已经给它起了保暖的作用了。 底下还有很多的物质,它们可以吸收到很多的营养。 处冬期过后,冷水下的河蟹会不断增添脂肪,为自己穿上厚厚的衣裳。 虽然天冷,却不会阻碍螃蟹聚集更多的营养。 这起个食材也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你刚才看到了厚厚的大冰,熟了半天,然后才能捞出来这么多的河蟹。 一会儿咱们把这个河蟹带回去,包河蟹馅饺子,这也是我们盘景的特色。 特色的河蟹馅饺子。 对,对,对。 那我得好好尝一尝。 好,那咱就走吧。 这个食材真是取之不易啊。 盘景位于辽河的入海口,海水里生,淡水里长。 这种少见的生命回游之旅,触发了盘景河蟹的极致鲜美。 曾经开过手工饺子店的吴湘怡,另辟蹊径,要将最鲜的蟹肉包进饺子里。 咱们捞上来的螃蟹已经准备好了。 那现在咱们第一步应该干什么? 第一步咱们先把处理一下,把肉馅先切出来,剁出来。 吴大嫂的蟹肉三鲜饺子,是将蟹肉、猪肉与韭菜混合。 浅槽肉剁碎成丁,提鲜的韭菜切好。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取蟹肉了是不是啊? 对,对,对。 这么活的螃蟹可怎么取蟹肉啊? 首先把它的,说实话,这个夹子给它去掉,掰下来,把腿也是,每一个都要掰下来,然后把它壳再掰出来,开始里边把肉扣出来。 先把夹子给拿掉,从那边夹上手。 为了保留食材原始的鲜味,去除杂质。 吴大嫂手工剥去和气的甲衣,力求把鲜味发挥极致。 哇,我已经看到里边这个黄了,现在已经。 哇,看一看,高满黄肥。 对的,虽然平时吃起蟹来感觉很容易,但是好像用这个蟹肉包饺子很难。 不能把这个壳里,硬壳掉进去,吃到嘴里要扎嘴,这是比较细的一个活。 那时候,那过去那生活条件不好,可能是你感觉很愧疚啊,现在大家可能经济条件。 用自己理解的饺子向中国妻子表达爱意。 我叫斯蒂芬,我是罗马尼亚人,我来沈阳五年了,我是厨师,我结婚了,有一个儿子。 史蒂芬巴丘,2011年被收入罗马尼亚年度美食名人榜,现在是一个居住在沈阳的养女婿。 我女儿很喜欢吃肉酸链的,没事就包饺子。 包饺子的时候就说,斯蒂芬,你快吃,你快吃。 我就包过上周的时候,还自己点过两次重餐的饺子,就特别喜欢吃,就是这样。 然后她应该是因为我喜欢吃才会做的。 在我认为,它们有相当不同的质量和味道,但表现是比较像这样。 中国和西方的饺子 从外表来看是很相像的 在面粉中倒入油 清水搅拌均匀 揉成面团 切开 分成四小块 每一块都将被做成一个披萨饺子 披萨饺子的核心手艺 在于馅料的制作上 披萨饺子个体大 馅以汁适合蘑菇为主 保留了饼内的水分和酱汁 熬成酱料后 把酱倒入饼之上 然后就像饺子一样 合起来捏转 将披萨饺子 面皮加厚 密封的折口 才不会使馅料因为受热而爆出 拧好之后就放入烤箱 便可以烹饪 石蒂芬 从遥远的欧洲来到沈阳 源于这个美丽迷人的沈阳姑娘 宋小冬 当时小冬在意大利工作 两个人一见钟情 为了爱情 史蒂芬随着妻子来到遥远的沈阳 2012年 史蒂芬同妻子回到中国 因为妻子特别爱吃饺子 史蒂芬便在沈阳开启了西餐厅 做起了披萨饺子 史蒂芬的披萨饺子专做给亲子 很多人听闻他们浪漫的爱情后 特意来寻找象征爱情的披萨饺子 史蒂芬决定把披萨饺子写进菜谱 于是更多的人尝到了这款独特的披萨饺子 我感谢是我们的第一名 那儿到沈阳的披萨饺子 然后 written 北京的披萨饺子 更加好人为了 中文客人喜欢一斤的披萨饺子 在这种程度 我们成功为了 主义的披萨饺子和是以一家客客人 包括一种这个独特的族 有南北,人分西东,但不可割裂的就是传承的美食与文化,正是爱情的结合使饺子与披萨交融,无国界的饺子由此扎根,开枝散叶。 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收获美食,收获幸福,收获爱情, 饺子承载中西的饮食文化,比如说我们泰国的饺子,它是泡在酸奶里的,还有我们这个波兰的饺子,也是我们博物馆一个,一款比较畅销的饺子,它是烤的这个榴莲饺子,很受很多年轻人的欢迎。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呢,就是新娘出嫁的时候,尤其是在北方,都要吃一顿饺子,叫什么滚蛋饺子,就是娘家人送媳妇走了,那这个习俗呢,传到国外,其实也一曲同工,比如说传到这个土耳其,土耳其的新娘呢,在这个离开家之前也要包一顿饺子,但是他们拼的是记忆, 就谁家新娘包的饺子越小,说明这个新娘,这个手法和记忆越高,然后他们那个饺子呢,就是越小越精致越好。 饺子,诚印正着文化,记录着过往,从古至今,历久迷新,从过去追溯到现在,饺子宴里有一道醒目的饺子,四喜饺子。 这款饺子呢,它叫四喜饺子,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非常的别致,然后它有这种四种食材包制,这款四喜饺子呢,其实在古代呢,它是一款宫廷水饺,流传到现代之后呢,在这个2014年的亚信峰会上,国家领导人宴请十四国外宾的时候,上的就是这款四喜饺子,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 年有四季,地有四方,四喜饺子,所包四物各有益,将面皮填入馅料,按对称的点把面皮捏紧,面皮的角按照顺时针方向卷出小孔捏紧,将小孔填入胡萝卜,青豆,鸡蛋木耳填平,放入锅上蒸煮。 昔日宫廷饺子宴,如今寻常百姓家,1800年,岁月流淌,饺子以不洁的生命力,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东北的饺子馆也是最多的,我们东北人擅长做饺子,所以说我们基于自己的优势出发,想建一个博物馆饺子宴,让中国人能够把我们国民美食饺子传承下去,也让世界人民都能看一看我们中华美食的博大精神。 饺子是团圆的象征,更是家的味道。 饺子在腾腾热气中,带着团圆的祝福和生活的温度。 饺子作为中国传统美食的一部分,在人们心中留存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更印证着传承的文化。 而从这文化中淬炼出来的,正是生活本身的滋味。